青城起航 青城起航從屏東空軍基地 台中清泉岡機場 C13株IPF一地同時起飛 跨過天際 宣告漢光演習首日 戰力保存科目正式打響 鏡頭轉到嘉義戰機同樣 進行專場任務 模擬共軍進犯西部 第一時間將全台空軍精銳部隊 撤退往花蓮嘉山與台東置航基地 軍機接連順利降落 花蓮嘉山基地進行戰力保存 另有F16戰機群緊急升空 進行近海護衛任務 鏡頭轉到海上 蘇澳軍港一早則是由 扫雷艦出動進行近海探測 同時用模式密碼進行溝通 為了迎接基隆艦到來 中間的應該是能源系 前面有個探測 同時台中成功嶺 後備軍人一早抵達 影區報道 這也是首次將後備納入漢光演習 此外包括15號台中外海 建龍級潛艦 也將首度試射NK48重型魚雷 而重頭戲將落在 16號賈南海灘返恩路演練 屆時總統蔡英文也將清零世島 七二臺北新聞報道